动物的繁殖 卵生 动物将卵产出体外 受精卵在体外发育 由卵黄和卵白提供养分成长 在孵化为小动物的生殖方式 称为卵生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鱼类 都是属于卵生动物 此外常见的鸟类 两栖类 和绝大多数的昆虫 也都是卵生 卵的形状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 有些卵仅被一层胶状物质所包覆 有些则包覆着一层硬壳 有壳的卵通常称为蛋 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大的蛋是鸵鸟蛋 产卵的地点也是一门学问 蝴蝶会找到适合的植物 将卵分别产在不同的叶子上 等到卵孵化出幼虫后 就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独角仙会将卵产在富有腐植值的土中 适当湿度的腐植土 正是其幼虫的食物 而龟类会把龟蛋产在沙土中 借由阳光产生的热来把蛋孵化 多数鸟类会在适当的地点竹巢 再将蛋产在巢中 以减少其他动物对其后代攻击的机会 同时借由身体的温度来使蛋孵化 现在也有人工肆域的方式来孵化蛋 就是将蛋放在孵蛋器中 透过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等的长期维持 也可成功孵化 蚊子会产卵在不流动的水中 所以根据一切积水的地方 就是防止并没蚊产生的最好方法 这也是在了解动物繁殖行为后的科学应用 由于在自然环境中 生物的天敌非常多 使得物种的存活率很低 所以卵生的动物产卵数量都十分的惊人 它们只有大量的繁殖 才能提高延续自己物种的几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